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今天來到這個機場擺線 因為我要入亞博了 今年我要去看職集了 所以我就買了內湖4線 我去年是跟斌林去的 今年是自己去看 見證一下 到了亞博了 一如以往這裡有很多人 但是今年好像沒有去年 那麼多人去派應援品 或者是拿著很多東西 因為去年差不多來到這個位置 都已經濕滿了很多的粉絲 我懷疑可能大部份朋友 或者有部份朋友已經入場了 所以就沒有那麼有這個感情 但是我會直接再去走前 看看會不會有多一些的 Oof 或者有一些的伊拉賈 還是以為今年不被擺 所以先看看 我終於知道了 原來他們現在外面是不可以擺放任何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都去了場館 但是Official是沒有特別公佈這件事 所以就形成了 在地鐵出的話 就不會找到很多東西的局面 但是因為我趕著入場館 所以下年吧 如果有機會下年我會早點去法國下場館 我的選票已經得到了 今次的歌曲是 我認為Mr.Stranger We all are 老派在藥匯之必要作品的說話 和留一天給你們全職 對 希望我不會再登錯人 雖然我的機率也很大 I'm sorry 今年全運地和我台的距離 都是非常接近 所以是開心的 我今年要登的隊長是 不是 其實我真心想投的 我不是想登的 聽到人們以為我真的想登 不是的 對了 今年這麼多首歌中 我最喜歡的歌是這一首 不過我覺得 我也應該很 會很不好意思地不小心登上你 Ian 對不起Ian 但是我最喜歡你的首歌 多謝所有幫過我的 每一位工作人員 在這裡我要多謝7903 看完了 我覺得今年和去年的氣氛有點不同 今年很多都是大家很想和樂壇好 很想大家一起進步 就著這個主題發表得很想 今天都挺感動的 首先我覺得最大的感動就是 因為看到蘇婷回來 大家都應該很開心 可以看到他們 再次一起表演 大謙得了很多獎 還有 詠怡 她 我中學的時候已經聽到她的歌 聽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是一件很感動的事 是不喜歡的 加上在場 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景品 所以 投票呢 I'm sorry Ian 我不用太刪掉你的歌 但是 我真的喜歡聽 還有看到在場 真的有很多姜糖 所以 都 都 都 那個賽果都很明顯 所以 唯有 明年繼續努力 投票 回去再開箱那本 豬的長康 回來跟大家開箱一下這本的長康 這次和之前不同的 之前是一式四份 但這次每人都有一個包裝 而且去年其實沒有那麼多的 一些 souvenir 今年就有一些禮物褲送了 好 我們先看看 首先 這個就是我剛剛的目標 我放了進去 然後 這個就是那本書 然後 這次是有 潤唇膏和茶包奉送的 這本本就好像日記一樣的設計 其實裡面有我們的月曆 還有在weekly的位置 就會有些artist寫了字在上面 但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以為是 那個artist在那天生日 他就會填那一格 但看起來又不是 但好像是那個月份生日 或者是那個星座的人生日 就會填在附近 因為好像Lokman 他26日生日 這裡就會寫了25日那格 然後余德成也是9月生日 但就去了24日那一格 當然除了在前面 非常有心思 很新穎的一個weekly 還有後面就是有artist 還有DJ 還有這些相片 其實就是他們在祭招那天 另外再抽空拍的 每一位出席祭招的朋友仔 都會有一張相片 其他挺特別的 就是在一個馬路 有一塊白色的背景 然後再加了一些色彩的元素 然後就形成了這個 Follow Zone的地方 所以都可以說是挺特別的 挺有心思 而後面也有這麼多首 有派台作品的歌名 還有一些Promotion的頁面 那你會看得出 其實好像都挺特別的 因為去年他們都花了很多不同的心思 就是整開了四款不同的補 不同人入場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款式 可能如果你們想找到喜歡的artist 就要交換 那今年就不是了 一本搞定了 非常方便的 都可以說記錄了 今年的流行曲 有些什麼歌 或者今年樂壇裡面 有些什麼歌手 或者等等 可以說是一本 2022年的廣東歌字典 日記 所以都是一個挺特別的方法 去記錄下我們樂壇發生了些什麼 這本寶 我想都真的挺有收藏價值 那希望吧 明年不知道會有什麼設計 但我真的挺喜歡這次日記的概念 而且真的不需要草 或者找四本 而是一本已經可以集結 好像一個印證 那樣 希望明年都有機會可以看到叱測 而希望你喜歡的歌手也得到獎 如果沒有的話也不要緊 我們明年繼續一起投票去支持他們 最後也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記得給我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亦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